你们看今天我是不是特别绿 哈喽 从指甲到衬衣到裙子都是几乎一个颜色 它们碰巧就是一模一样的绿色 而且我觉得这个绿还挺显白的 然后这件衬衣它是有一个腰带 等一下我们系好腰带就可以出门了 今天给你们看这个天气 就现在天气特别好 就是非常的五月 非常的春天 就蓝天白云的 而且树什么的都长起来了 然后因为最近天气回暖了 所以我用起了身体防晒 给你们推荐一个 我在一个皮肤科医生的YouTube上面长草的 它是理肤全的这个SPF100的身体和脸都可以用的防晒 这支防晒它是SPF100吗 之前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高SPF 我买过最高的是 也是他们家是60的 是那个瑶瑶乐 因为SPF的那个值 说白了就是和你防晒的时效最相关吧 就是应该是SPF1是8分钟 所以100的话就是800分钟 但其实一天你根本不需要防这么久 但是我看那个皮肤科医生他的推荐是说 就是SPF100它的防晒能力其实是会比较高的 它对你皮肤的防护力也是会比就是SPF30之类的要高 而且我买它来是用作身体防晒了 就像开车的话 你手臂和手露在那个外面就会比较容易晒黑 包括脖子还有脚踝 就因为我很喜欢穿九分裤 然后还有那种一脚蹲的小白鞋啊什么的 所以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在学校里 然后只有脚踝是露在外面 所以我的脚踝会比我腿的其他部分要黑 我就超级郁闷 直到这两年就是从美西搬到美东之后晒的少了 我脚踝才和原来的就和我其他地方的皮肤变成一个颜色 这是一个亲身经历 所以大家如果夏天出门的话身体防晒是一定要涂的 而且因为它防护力特别强 你就不太需要补或者说你会比较安心一点 当然就是如果你是出去玩就是海岛什么的暴晒的话 我非常建议就是早上涂一次中午涂一次 而且这个还是防水的 就是前80分钟是防水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质地 这个质地我觉得就像身体乳一样 然后你涂完之后也不会很油 吸收还挺好的 然后沉默也挺快的 像我刚刚涂了这么多嘛 然后一开始不是会有点泛白吗 但涂完就是像这样子揉进去就好了 会有一层淡淡的光泽感 但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它不油 就是你看到它有一层光泽感 它只是沉默之后的那个 有一点点光感 但完全不黏也不油 差不多到时间了 我就准备出完了 我们等会再说 刚刚涂了一个口红 然后现在在等朋友下楼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他来了 走走 我们温ун 走 没有地方挂口罩 然后上面是什么来着橘子酱吗 那我们现在来切一切 感觉 好可爱哦 哇 nice 这好软软的 它这个上面是橘子果酱还挺清新的 我点了一个烟熏三文鱼 它是在下面 然后这里有一个poached egg 我们来试一试 我对这些我来试一试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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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觉得脾脂肪 容易 就是容易有点开脱路 它的叉路 很模糊 它的叉路全都是在 靠近大陆口的地方 而且分叉很奇怪 而且谷歌的地图特别 模糊 哈喽 我回到家了 然后我现在泡了一杯茶 准备看一会儿书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Kindle的Paperwhite 正好想给你们反馈一下 我是从今年年初开始 坚持读书 我一开始的两三个月都是用的实体书 就是有什么感兴趣 就买回来读 但是因为以后可能要回国 或者搬家实体书 如果你一年看个几十本 到时候搬家起来就会非常的 麻烦 因为也不舍得扔 然后我就思考说想要买一个Kindle的Paperwhite 我买之前是稍微做了点功课 问了几个朋友 就是有阅读习惯的朋友 然后他们都跟我说他们还挺喜欢的 就觉得很方便 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本身就有阅读习惯的人 那买一个Paperwhite 是非常具有投资价值的 因为携带起来的确非常的方便 然后你所有的书都放在里面 到时候搬家什么的也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然后旅行的时候带上飞机 或者你去咖啡店里想要带书去读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它这个大小就比手掌大一点吧 可以放在很多女生的小包里都没有问题 就不需要因为想要带一本书而换一个比较大的包 但是相对来说 如果你是想要培养阅读习惯 但是还没有完全就是适应每天都读书的 就我还是会建议你像我一样从实体书去入门 因为实体书我个人的感觉是比较有仪式感 你会比较容易去坚持下去 虽然你也可以让它就是显示出来 你读的那个percentage是多少 但就没有实体书的那个成就感来那么强烈吧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防水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泡澡的时候看 或者说你比较担心你在喝茶或喝咖啡的时候 撒到它的话 其实它都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它还有一点好 我觉得是就是如果你想要做读书笔记的话 它其实也非常方便 就是你只要点击你想要就是选择的那个段落 就像这本书里面我现在是有三个书签嘛 也不是三个书签吧 就三个notes 然后你点进去它就会回到你刚刚highlight的地方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方便的 你highlight它之后 它会自动给你新建一个文档里面 就是所有你想要滑线的内容 到时候找起来就会很简单 然后包括添加书签什么的话 都比实体书要方便一些 所以这也是它另一个优点吧 好那我现在就要看一会儿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Kindle 因为它是连WiFi的 所以它里面是自带Wikipedia和那个词典 就英汉或者就是剑桥它都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看不懂的词语 可能只有就是看英文的书会有这种困扰 就是你可以直接选取那个词 然后它就会给你上网搜索它的含义 或者它的出处 就比如说这个单词吧 你点它 它就会跳出来它的英文示意 然后Wikipedia上的它的来源 或者其他的一些内涵 然后包括中文 它可以从英文转换到中文 就比起在实体书上这一点也挺方便的 因为如果你在实体书阅读的时候 至少像我 我有时候词汇量不够 然后读到一些生辟词或者一些英文的里语 我就要去拿手机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微信信息 或者说什么app上的推送出来的话 我会很容易被distract 就是我会被分散注意力 但是用Kindle的话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up Democrats 五 sheet bins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